臺灣樂團五月天在臺中場的演唱會 三萬張的門票一開賣 短短的三分鐘就被搶光光了 買不到票的歌迷罵翻天 到底要不要加場這個問題 歌迷也是吵翻天 不過五月天表示說 將會以增加戰票這樣的方式 來彌補買不到票的歌迷 搖滾節奏伴隨著阿信的嘶吼歌聲 歌迷們駭翻了 臺灣甜團的超強魅力 更是讓每年演唱會場場爆滿 而現在五月天更有創人之舉 將和科技公司結合 把演唱會拍成3D立體電影 很近但是還是有距離 但是後來我們去看這個3D電影的時候 就好像真的在波尼 在他們其他手的身邊 已經測試過一些畫面之後 發現我們自己真的被水破爭 這是一個世界級的創局 是世界級的紀錄 所以我們五個人 其實都蠻蠻興奮的 藉由新科技要讓歌迷們 佔電影院也能有身處奇境的感覺 但看演唱會當然得在現場才有FU 只是今年9月演唱會 網路才開賣不到3分鐘 3萬張門票就被搶光光 讓買不到票的歌迷們罵翻天 而五月天也響出了 因應知道 公司特別就是更改了場地的規劃 再把舞台推到更後面一點 然後目前開放了戰票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應該大家還是有機會 儘管成軍11年了 但五月天顯然超人氣依舊未減 繼續穩坐亞洲第一天團的寶座 民視新聞吳俊德台北報導